我穿插一个不是愉悦的事情 就是说咱们在刚开机那边 那边那个拉老师还记得 我们当时上过一个热搜 然后这个热搜是关于 我当时黑脸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呢 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过 我今天正好大家都在 对吧 我没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没知道我现在不是那样 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那我还是要说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就是我当时黑脸 你拉老师也知道 我们当时是五点化妆 然后差不多七点到了现场 对吧 我们八点就开拍了嘛 对吧 当时起得很早 然后我的时差没有倒过来 然后就反正一些理理歪歪的 一些小细节的问题 都导致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人呢 我有一种毛病就是说 这个是真的有这个病的啊 你会搜一下叫做臭脸综合症 就臭脸综合症 这个东西就是当一个人在内心毫无波来 没有任何情绪 然后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一副感觉好像很不友善 甚至说很凶的一个表情 这个东西叫做臭脸综合症 然后这个事情当时也带来了一定不好的负面影响 对吧 然后也差点就是说影响了我跟辣老师之间的友情 虽然说辣老师 是吧 辣老师 但我知道你这个非常的大度 然后当时我们俩还是顺理成招的变成了一个朋友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这个事你是知道的 我也知道你知道 对吧 但是一直没有没有机会没有契机跟你讲 那今天正好就是大家又重聚 虽然只是线上的 我就借这个机会说一下 好吧 我也希望各位呢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新剧也播了 大家能够把这个目光放到剧情上 放到人物上 不要放到一些杂七杂八 别人带的一些节奏也好啊 或者说一些影响号 一些影响号写的一些 断章取义的文章 不要看这些东西 我们就认真看剧 好吧 也不要去参与跟别人这个去撕啊 或者说吵架什么的 反正没有必要 大家就是作为观众 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 作为这个主创方 就是认真的做好内容给大家看 然后这观众呢 也是说能够支持我们一起来看剧 近期会有一些影响号 会有一些节奏什么的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去理睬 做好自己 好好工作 好好拍戏 然后大家去看就OK了 好吧 就这么简单 是 鼓掌